看现在这个环境啊 靠近广安 具体在哪个小乡村呢 我也不知道了 203乡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彪 今天晚上咱们不走了 就在这里摘营了 这块空地还是相当舒服的 这个是我去北方单独换的轮胎 雪地胎 它的齿轮 看见没有 很软的 四条崭新的 都已经换了 这边的也换了 它这个轮胎味道好大 我在旁边这里都能闻到 这个轮胎的味道 这里是我刚才 到小县城去买的鸡蛋 13块钱 15个 买了一些 零食 菠菜 葱鸡的 看在后面这些 防寒的 被乳啥的 这里这个 密码箱全是我的 穿的衣服 现在把床铺一下 看 这些不知道带着这个东西 到北方去 能不能防得到哈呢 不知道咱们这个雪地胎 在过去的这一节路上 会不会被磨损得比较厉害 我在网上查 听说这个雪地胎会 多1块钱 100公里左右 这样说的话 其实费用应该是差不多吧 从这里 到北方 下雪的地方 然后再从北方回来的时候 经过这一段路 加起来总共也就多个 两三百块钱 三百块钱左右 如果说去了那边换 然后再用快递发回来 旧的轮胎 这样子呢 快递费也是一笔 所以试来想去 还是直接把它换上 冰点零下45度的防冻液 抗零下40度的玻璃水 看我带了这么多被子 还有这些空调被 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装热水的热水壶 装开水的 还有两个睡袋 都给它派上用场 当然没有去过北方 所以有一些具体的东西 肯定不知道 还希望大家 自点自点 不然到时候被困在路上 走动 被冻僵了就不好办了 然后呢 我的床就这样放 之前这个座椅 是往前面倒的 现在我知道 能不能立着的时候 把它放进去 从这里到这里 好了 这个样子估计没问题 因为我只有这么长一点 哈哈 这里好像有一点点塌着了 不过问题不是特别大 这床直接就用来当乳子 好了床已经铺好了 看见没有 下面的这个座椅没有动 如果说这里再能塞一点东西的话 就更好了 因为这里塞一点就会塞得平嘛 然后我争取是把这个床再拒短一点点 到时候把这个座椅往里靠一点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正常寻始了 其实这个床还是很好铺的 那边那些东西基本上不怎么动 需要拿的时候也很方便 把这个座椅往里倒一倒就可以拿了 好了 我的床也铺好了 现在要弄点东西吃了 因为我好饿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床怎么铺 其实特别特别的简单 对不对 就是一块板子 然后连接了荷叶 可以收缩的收放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分享差不多到这里了 因为这几天会比较赶时间往北方走 因为拿这个空游雪地 他还没有到冰天雪地去行驶 然后又带了这么多被子 所以心里还是比较迫切的 那么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 留言社长 分享加关注 我是阿Bio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